字幕提供 等了七個星期 有些誇張 你說高位開始要打砸 是否預示油價是有機會 差不多 因為油漲上來是會的 但整個市場都說是100元 我沒理由等到100元才會沽 可能大家哄你100元 有些盤買的 通常它現在衝到92、93元 要休息一下 回一回下去95圈 再走上來 再擁一下 就應該真的差不多 因為你剛才看到 55% 2021年 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2月7號 走了一個多月 一月都升17% 是呀 你這樣升法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美國之前已經釋放一些戰略性石油出來 不合理的 是呀 那你這一次 你說俄羅斯和烏克蘭 你怎會打得成仗 但沒辦法 因為今天早上市場很奇怪 你週末期間繼續傳出 俄羅斯已經佈署了 70%的軍力 其實可以踩腳進去 大家正在等 但那些油價今天來到亞洲市 是全部跌倒下去的 因為真的有點高 去到這麼高的位置 大家都見到它 真的打了 每個人都打算搶回資源 搶回這些 那些大戶在高位 就一定減 還有其實它星期五晚 尾盤都減了一下下來的 今早還低開 今早開到91個多的 但是亞洲盤 我們的割盤一回來 又撩上去 以為真是打仗 我們可能因為 放了農曆年假場 那些市場一開就湧進去買 追回 追一陣 那又被人開淡下來 那我們看著 待會兒 或者今晚美國開盤 會不會挨近92個半 或者有那些位置 我都覺得是要沽